-D&R&M Hello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妝容 那這個妝容是用TOOFACE的NATURMAN 擷影盤畫的 它裡面是長這樣 它是全部都是霧面的顏色 然後它比較偏向暖色調、紅色調的咖啡色 然後呢 主要還有一個顏色 是MEC的Cranberry 這個顏色 Primary這個顏色我覺得它也是非常的美 那因為我最近就開始在試用MAC的眼影嘛 我就覺得其實MAC的眼影品質沒有很穩定 就是它有一些眼影的顏色很顯色 但有一些又還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買MAC A Geek就好了 就是MAC不是非必要買的一個眼影 除非是你需要很多不同的顏色 然後想要在專櫃裡面找算是平價的專櫃 你就可以去買MAC 或者是你就是收集那也可以買 但是我覺得MAC的眼影不是說 如果你喜歡收集彩妝必要的一個產品就對了 那我的唇膏呢最近就是開始 因為最近歐美的youtuber真的一直都在發那些深色的唇膏 我就覺得我也好想要跟進喔 所以呢我嘴巴上有兩個顏色 都是Anastasia的液態唇膏 一個是Heathers 一個是Sed Girl 那TOOFACE這盤NATURAL MATH這個眼影呢 我覺得它還是有一點點會飛粉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顯色 推的時候也很好暈染的 就是顏色也暈染的很好 但是它會掉粉 飛粉這一點我還是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有一個他們舊的包裝 就是那種紙盒的掀開的那一種 我就是覺得他們很會掉粉 所以我對TOOFACE眼影一直都沒有很好的印象 他們最近這種鐵盒系列啊 我覺得狀況有比以前好 但是還是會飛粉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妝容怎麼完成的話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喔 那今天的底妝我是用這個妙巴黎的果然心肌粉 果然心肌光粉底53號自然膚色 Media的蜜粉定妝 接下來就是要畫眉毛 那我眉毛一樣用KATE的眉粉 然後我今天要第一次使用這個妙巴黎他們新出的超自然立體染眉膏 我是買3號自然中 中間色 我覺得這個我第一眼看到它會覺得它的刷頭有點太大 但因為它的它裡面的那個沒有像KATE的那個染眉膏這麼濕 所以它的刷頭大其實也不會到真的不好上 奇怪我這怎麼這麼乾啊 我在那邊試的沒有這麼乾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喜歡它還是不喜歡 我覺得它有點乾 之後呢如果用久的話有不同的心得 再來分享 那我先來順便擦一下護唇膏 這個護唇膏很EOS這個 它很適合你要擦口紅前擦 因為它滋潤度沒有到非常高 所以它不會讓你之後的唇膏感覺浮浮的 所以我會就是你先擦這種比較乾一點的護唇膏 那眼妝我要先上一個這個MAC的24小時打底膏 我覺得它這個不錯 但是它的擠的這個頭我不喜歡 它的這個頭很大一個 就是你現在看到它這個膏狀的部分 就是它的頭就是這麼大 它不是說它動小擠出來才變這樣 它就是這麼大 所以變成是這樣擠的時候 它會變得不太好控制 但是除了這個包裝以外 其他我都很滿意 那通常有用刀 那通常有用打底膏的話 我都習慣先上一層底色 這樣才不會說打底膏的那個質地 有一點黏黏的會影響到後面眼影暈染的感覺 所以我先用這一個粉紅色 這個粉紅色 擦整個眼皮 因為我們家在那個空軍基地附近 所以你就會一直聽到那種 飛機在飛的聲音 就是在我旁邊可以常常看到外面有 戰鬥機在飛來飛去 那用粉色打完底之後呢 拿出一支暈染刷 沾這個和這個顏色 畫在這個外圍 畫在外圍眼窩的地方 接著用FIX PLUS噴這個刷子 然後沾MAC這個Cranberry 畫整個眼皮 接著用這個 算是比較深一點的紅咖啡 畫在眼尾 接著再拿出剛剛那支暈染刷 沾這個比較淺的顏色 然後外圍掃一次 然後拿出一支比較小的刷子 沾這個顏色 畫在下眼影的地方 接著眼頭打亮 我要用BECCA的 Champing Pop這個顏色 加在眼頭 最後呢我用這個 底面的白色 畫在其實說眉骨 但是其實因為我們都畫 類似平眉 所以也不會有那個很明顯的眉骨 只是你在眼影和眉毛中間 加了一點這種白色 會讓眼影更乾淨的感覺 有沒有就是這邊眼影就會感覺 比這邊乾淨 因為我們如果亞洲女生畫 類似平眉 就是沒有外國人的眉毛 這麼的有角度的話 其實你說 提亮眉骨好像也不是 但是 這個步驟就是可以讓眼妝看起來更乾淨 這樣今天眼影就完成了 接著我要先夾一下睫毛 再畫眼線 因為畫完眼線再夾的話 眼線都會被沾走 應該是稍微夾 因為等一下還是要用燙睫毛器 那眼線一樣 我用最常用的 最近很常用的 妙巴里這個 極限完美眼線液 這是第二罐 然後用 Bobbi Brown的 眼影筆畫內眼線 接下來燙睫毛 刷睫毛膏 那睫毛膏我用 BABY的 芭比大眼霜頭睫毛膏 今天刷兩層好了 就是它後面有附這個纖維 因為我想帶睫毛 假睫毛但是我懶得帶 所以我想說直接用這個刷 把它加在 那個睫毛的尖端 但因為我刷這種纖維 我都很怕它掉在眼睛裡面 所以我眼睛會 眉起來刷 今天下眼睫毛 我還是喜歡刷一層 現在睫毛不喜歡太長 只是要它黑 粗一點 眼妝就完成 我實在是不喜歡今天的眉毛 我覺得是用了妙巴里的那個 染眉膏之後才變得好像 比平常還要更粗 就染眉膏 不是應該讓眉毛看起來更自然嗎 但我覺得好像比平常還要更不自然 不確定是不是因為妙巴里的那個染眉膏 但是呢 如果之後我確定了 再跟你們講 那腮紅呢 我要用 E.L.F4色腮紅的這個顏色 其實這個顏色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用起來會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很自然的橘膚色 我又忘記修容了 那修容我要用也是Anastasia的修容盤 當中的這個色 那打亮我用跟眼頭一樣的這個 BECCA的Champing Pop這個顏色 放在這邊 我覺得打亮啊 就是現場看很亮 但是相機好像都拍不太出來 因為我的相機不是高級的專業的單眼 如果是專業的單眼可能就拍得出來 或者是有打光的話 那今天的唇膏呢 我還有兩個顏色 都是Anastasia的液態口紅 一個是Sat Girl 一個是Heathers 先把外圍撩起來 然後中間用這個Heathers 接著這樣 把多余的口紅清掉 這樣就完成今天的妝容 換女人的感覺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妝容 連這個牙齒我會不會講話 反正呢 今天就是這個細血鬼的概念 因為這個牙齒會一直卡到我的下